主料,羊后腿肉300克,辅料,植物油,盐,淀粉,醋,鸡蛋清,大葱10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原料,羊腿肉大葱花椒粉,盐醋鸡蛋清淀粉鸡精,将羊后腿肉切成薄片,葱洗净切成鞋短,羊肉片放到碗里用开水泡一下,这样除掉羊肉的血水, 将羊肉从碗里取出来,然后将水沥干,继续放在碗里,在碗里放入一勺淀粉,搅拌,然后打入一个鸡蛋的蛋清,一起搅拌,加入适量的盐和花椒粉,最后加入一烫勺醋到碗里,把羊肉片搅拌后放好,在锅里加入适量的油,烧热后将大葱段,倒入锅中翻炒, 带葱香出来后加入碗中的肉到锅里大火翻炒,尝尝盐味如何,见肉色发白后,就可以取出来入盘吃了,葱香肉呢,色色亮丽,烹饪技巧,先将羊肉为山位,炒羊肉时要大火翻炒,时间不能太久,要不羊肉不嫩,一定要用开水泡泡羊肉片,去掉血水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